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庞先生26岁来自重庆策划 女嘉宾彭女士30岁来自重庆会计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大四岁是吧 这是你弟弟的同学 没错吧 没错 结婚半年是吧 是 好委屈是吧 当初是你要结婚的 现在你要离婚 是他要结婚的是吗 是我要结婚的 离婚也是我要离婚的 对离婚你是个啥态度 我反正这边是不离婚 你不离婚 对 您呢 坚决离婚是吧 也不是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啥事都抑制我 哪怕是我要天上的心音 他都会再给我 可结婚没多久 就患毛病越来越多 比如说 比如说喜欢喝酒 就是你们俩谈恋爱 你没发现他爱喝酒 对 他现在爱喝酒了 对 是爱喝酒了吗 喜欢喝酒 以前呢 以前不怎么喝酒 怎么突然就喜欢喝酒了呢 就是心里面有很多事情很烦 哦 对 有时候就喝喝酒 跟同事这些 不是 你结婚了应该很高兴啊 你烦什么呀 就借酒消愁嘛 一天 对 你愁啥呀 结婚不应该高兴吗 你消啥愁啊 兄弟 嗯 结婚了 他说我要借酒消愁 行 你怎么对他了你 我对他挺不错的呀 好 那咱们说吧 结了婚了爱喝酒了是吧 也不招家了 对 也不在乎我了 哦 那有时候他出去喝酒 我给他打电话 打十几通都不接电话 然后半夜 回到家里边 在客厅大呼小叫的 哦 叫啥呀 哎 怎么江边 怎么这么乱呀 你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哦 然后一生气 他爱把桌上的杯子给摔坏了 那天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晚上回去 是喝了酒回去很晚了 然后他已经睡了 我怕打扰他 于是我就没有开灯 然后我就去沙发睡觉 脱衣服的时候 就把那个水杯给打到了 啊 摔碎了 摔碎了之后 然后他就以为是我 跟他那里吵 喝了八九风 啊 行吗 咋不在乎你呢 以前他跟他朋友出去玩 会跟我分享 他每天遇到的人 遇到的事 然后现在我给他 发短相戏的话 问他在干嘛 他最多说在忙 就是对我爱理不理的 这是为啥 没有爱理不理呀 我要回了的呀 那你回两个字 我问你在干什么 你说在忙 两个字也是回啊 没结婚之前是怎么回的吗 不是这样的 没结婚之前电话 短信是不断的 当初跟现在不一样了嘛 现在每天都有工作 然后每天都是上班下班 然后回家就是 基本上都很累了 就想睡觉 行吗 还有啥呀 还有就是 我们两个老大不小了嘛 然后他家给买了一套房子 让我们准备给我们结婚用 之前结房的时候 不是要筹备给装修吗 他也答应我了 说要装修欧式风格 因为我喜欢 他妈妈的一句话 说什么欧式风格 不便于打扫 结果他就 我说一百句都听不了 他妈说一句 结果到最后 伤都没跟我商量 就把欧式风格改成 现在装修了 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啊 你看现代风格 家里面都是这么乱 这么脏 如果当初听理的话 改成那个欧式风格的话 那不是更乱更脏吗 平时我两个上班下班 就是回来就休息 拿来时间还有那个 那你改之前 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呀 这个家是以后 我们过日子的呀 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啊 你可以改之前 给我商量一下呀 不是那天我顺路到那边 去那个施工现场给看 我看都看傻眼呢 我觉得怎么施工人员 给搞成这样了 我不给你打这通电话 那是不是到我接房的时候 才知道我家里边 给装成这样子了 他没商量是吧 对 装修风格无所谓 住进去你就会发现了 装成什么样 后来都得霍霍成一个样 这有什么呀 对吧 那也对 就是后来嘛 房子装修好了 我就说都装成这样了吧 那就弥补弥补 我想要欧式风格的那个摊桌 那时候他妈妈也说 家里边有个富裕的 直接搬过来 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也算了 到最后连买酸水壶 他也不听我的 非要在网上买个几十块钱的 那你自己买不就完了吗 你非指使他干嘛呀 我就是给他讲 我要买一个 然后他说他已经买了 那挺好嘛 你还没说人都买回来 多好啊 买回来就坏掉了 就我还是重新在买 不是说这个东西买与不买 这个道理 就是他啥事 做啥事都不跟我商量 听明白了 为什么不跟人商量呢 装修这么大的事 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 除了装修不是小事 然后就是买摊桌 然后就烧水壶这些 那就说大事小事 你都不跟人商量 为什么呀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为啥是为了这个家呢 不商量 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决定了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你在你妈那边 挺难的 我理解的对吗 是 行 这事咱们就放在一边吧 反正装都装了嘛 也改变不了了嘛 还有什么事 你觉得他不在乎你 房子装修了之后 然后我们两个住了一段时间 他也一直不跟我提 结婚这事 然后还是我朋友 约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然后在那个饭桌的时候 我们两个喝酒喝得有点多那天 然后就因为一点小事 给搬嘴起来了 当时我们从餐馆出来之后 他还跟我吵 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人街上 他自己走了 那天我也喝得有点多 在回家的路上 然后就把手机荷包都搞丢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自己喝了酒 还把自己手机荷包搞丢了 你还怪我 那我当然要怪你啊 我都喝醉了这么大夜的 我在外边 你不觉得我很危险吗 那个时候我不走 难道我跟你吵架吗 回到家表 我就心里边特委屈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根本都没有在乎过我 也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要跟他分开 我说我要搬出去 结果他说 那我们第二天去扯结婚证吧 哦 是因为你要搬走 所以他说要领结婚证 对 他说 那怎么才在乎我呢 我说在乎一个 一个男人在乎一个女人 就是要给他一个家呀 你不能给我 我就要分手 所以你是将军 他说领证 是这个意思吧 毕竟这么多年了吧 然后 也想给他一个家 第二天我就跟他约好了 我们说拿上户口本 去扯的证 扯完证之后 不是要走刑事吗 那天他真的 喝了一点酒 然后在台上说 怎么他条件好 也不会找我 当时所有亲朋好友都在 我特别下不了台 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喝多了 你是真喝多 还是酒后吐这一言呀 喝多了 然后跟朋友吹牛 开玩笑的嘛 那我家里边人 听到怎么想呢 等于在婚礼上的时候 吃喜酒的时候 他当着你的亲戚朋友说 要不是我条件不好 我怎么会找他 我还是说的很小 甚至是开玩笑的 酒喝多了 主要是酒喝多了 你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呢 我也没理解 你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呢 酒喝多了吧 酒喝多了 对 那这等于 这个酒席也弄得很不愉快 对 就变变妞妞嘛 然后呢 然后婚后 他不帮我分担家务 我那天休息 在家边给扫一桌子菜 他回来看到这张菜 是有一道菜 烧得不好看 他说 这什么卖相 煮给谁吃的 气得我把一桌菜 全部倒掉了 你脾气也够大的了 他脾气是很大 那道菜明明就烧糊了 他可以说 这道菜烧糊了 你尝一下其他的菜 然后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把其他菜 全部都倒掉了 还跟我耍脾气 那当然了 你不帮我分担家务 你还鸡蛋边调骨头 你也够逗的了 人家给你做了一桌菜 好好吃不就行了吗 哪那么多话呀 那挺有意思的 这两口 闹得也差不多了吧 还为别的事闹吗 还有就是 他喝酒 我给他打电话 他十几通电话 他都不接 你跟我说 为什么你才爱喝酒 你不是说 借酒消愁吗 同事啊 哥们这些 不是你消的是什么愁 就是心里面烦 你烦什么呢 感觉工作压力大 几个同事 平时下班的 大家AA字去喝点小酒 男同事女同事 你别提AA字了 你上次AA字 你就是把 像我在这里骗钱 骗过去 然后自己给充游戏毙了 什么AA字 就是拿AA字来当个幌子 怎么回事 你们俩财务是个什么状况呀 财务是我管钱 然后有次他跟我讲 他说他跟朋友 一块出去吃饭 他们朋友之间都是AA字 结果我根本都没有这回事 我后来问他钱去哪里了 他说钱给充游戏了 那次说好的是AA字 然后我们搞团建 然后当时那个吃完饭 有同事那个过山 就把单买了 我那个钱可以自己存起来呀 我想怎么用怎么用 对吧 那你说我乱花钱 你这个不是乱花钱吗 我又没有乱花钱呀 你看你买个包包 都要几千块钱 那你又把我包包给踢坏了呀 我自己花的钱 你给我踢坏了 那你是不是冲了游戏比 我要给手机给你摔坏呀 你们俩谁挣的钱多呀 都差不多我们俩 差不多 钱反正是你管 对 他喝酒除了他自己讲的 有一次喝完酒回家摔了个杯子 你认为是发脾气之外 酒后还悟过什么大事吗 有一次他跟他朋友出去喝酒 我打了十几通电话 也是不接 反正他每次出去跟我讲得好好的 出去就变了一个人了 不接电话 不回短信 然后后来十一二点 医院给我打电话来了 医院 他说我这是哪里哪里医院 然后他手给划伤了 我当时急得急急忙忙跑到医院 他去躺在医院大厅睡 就喝多了是吗 对 然后我就一晚上没睡觉 就在医院陪着他 第二天看他酒醒呢 我就问他 你手势怎么回事 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到现在也没给我一个解释 那你这个酒就喝烂酒了 也不是喝烂酒 酒量也不是很好 你等于喝完酒回不了家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不是那天喝多了 喝多了 然后走 应该是被啤酒瓶 还是什么酒杯给花张了 不是跟你喝酒那帮朋友呢 你怎么会一个人 落单去了医院了呢 因为我都叫他们回去了 那他现在等于婚后 就老不回家 老出去喝酒 是这意思吗 反正也不是老不回家 非要喝得很醉才回家 一周喝几回呀 三四回吧 干嘛呀 想不想过呀 想过 想过别喝了呀 回家去呀 我可以慢慢改吗 不是哪有那么多烦心事 你不能说说吗 你烦什么呢 你是烦工作还是烦我呀 烦工作没烦你 我就觉得你就是在烦我 烦这个家 所以现在您提出来要离婚是吧 对 你弟弟知道吗 他什么意见 他也劝他呀 那别喝酒啊 跟我好好过呀 他劝好 他说是我一天瞎折腾 是我一天不是买折腾 那为什么 你分析过吗 为什么在结婚之前还挺好的 结婚之后就这样了呢 这不才半年吗 你找过原因吗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婚前哪些事 让你不开心了呀 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事让我不开心 反正就是喝酒就是工作压力 他之前有跟我说 他工作上很多不愉快 他又竟然跟他同时一块出去喝酒 然后喝了酒 回来之后就跟我吵架 然后就慢慢变得不爱跟我沟通了 你们俩吵什么呢 我说你能不能每天不喝酒 就按时回家 他说那我工作需要 我要去跟他们一起聚餐呀 那怎么办法 有时候我们在聚餐的时候 要商量工作的事呀 你们俩在交往期间 谁宠谁一些呀 他宠我 所以在婚后你觉得反差太大了是吗 对 有点接受不了是吗 今天来是要干嘛 哭得跟个泪儿似的啊 要干嘛 就是想通过你们 然后让他改变一下 希望通过我们让他改变 也就是说 其实他现在的行为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你们的婚姻了 是这意思吗 再这样下去 你是接受不了的 来吧 老师们 事摆在这儿了 过去一直是捧在手心 婚后 别别妞妞 这半年来 男生突然喜欢喝酒嘛 而女生觉得男生变了 不再在乎他了 也不再在乎这个家了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们说 对婚姻 最具有杀伤力的 它不是争吵 而是厌倦 我实话实说 去平衡你们的婚姻 这对双方都好 你们双方现在 最大的一个错误和问题 就是把婚姻当成了 你们感情的救命稻草 大家都经常说 把这个结婚 当成逃避平庸的 一个庇护所 但其实恰恰不是 婚姻是另一段关系 甚至是另一段 姑娘你想过吗 你们现在存在几大问题 我不问都能想象到 婆媳一定有矛盾 然后两个人 因为生活的 琐碎的一些事情 包括花钱 你家花得多 我家花得少 这个办婚礼的问题 一定会发生矛盾 每一对情侣 在面对结婚 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争吵 更何况你们 是因为那样的一种情况 一次争吵 而走入婚姻 你想想你们心态 是什么样的 装修房子 就跟婆婆 开始闹矛盾了 然后因为一张桌子 也开始闹矛盾了 通过先生在婚礼上 那一句话 就可以看得出 你对他不认可 不尊重 所以弹劾你的妈妈 对他能看得起呢 你要欧式啊 不行啊 我觉得是简装的 现代的 听我的 你要买新桌子啊 不行啊 我们家有 还没有用的 搬过来用就好了 这是在什么 这是在彰显 妈妈在这个家 女主人的位置 就是说你这个媳妇 嫁进门 也一样要听我的 她心里能好受吗 所以种种的矛盾 导致现在 你成了一团马 结也解不开 然后你能做的是什么 逃避责任 不想着怎么样 去把这些线捋顺 我能做的就是喝酒 我躲开 我眼不见心不烦 而你能做的是什么 我也不想着解决 我也不想着怎么样捋顺 你不收拾家是吧 我也造 你不刷碗是吧 我比你还不刷得厉害 你不回家是吧 你只要回家 我就质问你 你怎么才回来 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 用这样把它往外推的方式 一步一步 把它推成了今天这样 所以你们两个人 压根在一起 就没有想着说 把这段婚姻 怎么过好 怎么过下去 而每天想的是 怎么样把对方 制造出来的矛盾 我更加让它升级 现在你们两个人 是在比谁 输在这段感情当中吗 不是 一段感情 一定是两个人一起输 没有赢家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 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这一团麻 能不能捋顺 能不能抽丝剥茧 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 找到你喝酒 到底因为什么原因 你到现在为止 还在嘴硬 说因为工作压力 绝对不是 而你 能不能尽到一个 做妻子的责任 让这个家看起来 变得温暖 像一个家 丈夫愿意回到这个家 而不是跟他置气 最后 伤心受伤的是你啊 好吧 祝你们能想得清楚 过得明白 谢谢 我压根就不信 你们之间现在 走到这步是因为结婚 你们谈了那么长的时间 一定早就发现 彼此可能不合适 结婚只是你们 某一方以此为条件 我们缓衡我们的矛盾 所以你看 为了证明我们俩没有问题 为了证明这个假象 我们结婚吧 这给太多人会对婚姻 产生了误解 觉得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真不是 因为你们早在说 结婚那一刻之前 你们感情是出现问题的 而婚姻进来之后 突然 你们觉得 婚姻非但没有拯救 我们的恋情 反而给我们的爱情 加了一个压力 男方就觉得 我是为了你来结婚的 对吧 为了证明我们是没有问题 实质呢 身在婚姻中的你们都感受到 这是一个谎言 是骗对方吗 不是 其实在骗自己 结婚这个举动太仓促 结婚能解决问题吗 没有 结婚能带给真正想结婚的人 什么呢 至少有三种感觉 第一 责任感 我们结婚之后 是我们成立了个新的家庭 一切从零开始 奔向未来美好的 那条道路 你们有吗 这一个礼拜 家里都不顾 你呢 根本就不回家喝酒 第二 归属感 你有想过回家吗 你有想过下班 第一时间就赶紧回到家里 和那个爱人一起 我们天天咪咪过日子 有想过吗 没有 第三个动力感 就我为了我们这新的家庭 我们要努力地去工作 我们分外努力地 去为我们的未来去打拼 携手打拼 你们有吗 你们只是在互相伤害 互相消耗啊 结婚是我们走向 幸福的那条道路 绝不是为自己的爱情 去挖掘坟墓 就这样 婚姻是充满希望的 但从结婚的那一刻起 已经照上了阴霸 婚姻对于女人来说 是找到一个家 但是对于男人来说 意味着失去自由 她所有的反应 都是失去自由之后的不耐分 喝酒是这样 不敢家务是这样 不跟你商量装修风格 都是这样 有些男人始终不相信 自己结了婚 把自己的心 永远保持一个租借的状态 你就好像是一套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巴红糖 真情60秒 老婆 就当男生特别娴熟地在说那段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 包括女生来请关门 包括女生在回应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段话是两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被无数次重复的一种模式 她就像一个写惯了检查的一个学生 又一次来写 然后老师又在这儿等 所以让他们自己去考虑 未来的路其实还很长 要对自己负责任 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 来 我们来看他们做出的选择 是一种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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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